我們現在在走的是什麼步道 也是屬於梅山的步道嗎 梅山鄉瑞里村 梅山鄉瑞里村的步道 是青年嶺步道 大哥我想問一下 我原本以為梅山是座山 就像阿里山 結果後來發現他也跟阿里山一樣 不是山 是群山 那你這梅山為什麼叫梅山呢 因為以前是梅子很多 就看到竹子孟宗族而已 為什麼會是梅子很多咧 以前梅山就沒那麼興趣 生產梅子的地方 現在因為梅子的價格比較不好 所以都改做種茶了 對對對 我們剛剛有吃茶餐 對對對 改種茶了 那大哥 我們現在走的這步道有什麼特別 我們要不要一起邊走 好 這個很漂亮 這條步道 風景很美 等一下會燕子來 它的景色很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燕子洞 燕子洞 對 還有蝙蝠洞 是千年蝙蝠洞 以前是海裡浮上來的 原本是在海裡面 對對對 這附近阿里 山跟海很難交 很難那個交接在一起 它是從哪邊浮上來的咧 因為台灣以前是海底 嗯嗯嗯 浮上來的時候就形成很多的洞 然後就是 蝙蝠就在那邊 所以你們富裕的很好 因為有一陣子那個 那個溪頭那邊的蝙蝠都不見了 那你們現在是又在富裕 所以他們才又回來了嗎 對啊 以前就很多了 現在因為有過太多了 它蝙蝠都到別的地方去的 哦哦哦 那我們這邊的蝙蝠 大概是什麼樣的品種咧 一般的 一般的品種而已 哦哦哦 那蝙蝠大概什麼時候 比較能夠遇得到它 我們才有那個福氣啊 因為看到蝙蝠就是福氣道啦 可以到我們有專門的地方 它叫水塑料那邊 那裡面就很多 那蝙蝠會不會像螢火蟲一樣 是早上睡覺晚上出來 對啊 是齁 所以我們現在傍晚來 來才 來看它是對的 但是今天可能看不到 因為 我們沒有到它水塑料那邊 水塑料 好 是它棲息的地方是不是 對對對 噢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辦法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燕子 對 燕子都沒有 我們這裡過 過的陣頭要 你說來回兩小時嘛 過的 過的我看我們下坡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四十分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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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的時候可能要一天二十分 大概是兩個小時 來回兩小時 好 看我們的行程 走快一點就走半小時 因為我們 我們原本預計是三點嘛 三點夠了 不然就說今天有早 所以 還好 沒問題 今天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回燕坦走一走 好啊 啊 他說 有人告訴我們是要看瀑布 看瀑布才會有 看瀑布齁 你媽在那邊 你媽在那邊 農風瀑布 他說那個農風瀑布好像比較近 對 農風瀑布 瑪仔 不知道有得看得到嗎 好 明天 尤其我不知道明天 提提提 好 明天應該是有問題 今天 遙遠 明天是禮拜 禮拜三 明天 耶,禮拜三 禮拜三 所以我們民宿有住這附近嗎 就是住 這個上面 我們就住 那個草屋大哥 早就在這裡 嗯 好 要去這裡打算下去 所以大哥也當過那個 挑夫 挑夫過來的 對啊 那什麼 漢道 很辛苦的 扛過來的 欸大哥 這步道 除了剛剛講的兩個動物之外 還有什麼特別的呢 這邊有個情人橋 情人橋 以前年輕時候很多人也要走 走過去就變了夫妻了 哦 哦 是因為他很陡還是因為他很幽密呢 為什麼走一走就變夫妻 比較隱密啦 哦哦 這邊是比較隱密 哦是是 哦原來是很隱密的關係 欸大哥這感覺好像有鋪過 這是 是有整理是不是 原來以前不是這個 這個步道是 阿里山管理室整理 阿管處有來 阿管處 對 阿管處有整理 有人在管理 欸那大哥是不是 呃 如果說我們想要來這邊找您玩的話 那是不是就跟你講說 我有 我有兩三天的行程 然後你幫我做個安排 這沒問題阿 齁 那如果說要來找大哥的話 有沒有什麼公車可以上來 或是怎麼樣 還是說一定要自己開車上來 目前是我們追條路齁 嗯 一段日在整修 對 所以公車現在是不能上來 所以只能36度這樣子轉上來 對 這是 港人這個追條路修好 這不會有公車就不會上來 好好好 當先生 請問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就是要到鏡頭開始做導覽嗎 還是說就是到現在變不要 因為我們這次 這個步道裡面比較沒什麼 我們來到那裡 就是前頓一下 好 幫你們解釋 好 因為這裡我慢慢來過 這裡我慢慢來過 所以 因為這路 原路是比較沒什麼 等一下 我們會前頓 再開 欸大哥 那如果說我來這邊 來玩個兩天一夜話 你可以什麼規劃呢 我們會幫你們規劃 我們就套裝清楚 你可以大概說一下 有可以玩哪邊嗎 第一天玩哪裡 這樣子 我們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說 你們想做輕鬆一路 我們就安排你們輕鬆一路 結果圓潭自然生態之一 剛剛有去圓潭 是輕鬆鞋 嘿 那北農中間鱗子來是 手衣 換登山鞋 啊好好 就是希望大家來要穿登山鞋來的 對對對 就是手衣 登山步道 呵呵呵 有一點爬坡嘛 然後還有 還有 綠色隧道也是輕鬆鞋的 綠色隧道 老道人裡 是平路 哦好好好 綠色隧道也在這附近嗎 就是剛剛有民宿的房間鞋 哦好好好 就是大哥自己開墾的這樣一個 一個步道 然後你在幫我們做生態解說 不是啦 是靈管 靈管處幫我們規劃的 嗯 哦這邊好漂亮哦 這樣好漂亮 這是三馬皇 三馬皇 哦 這根本就是大哥的糟咖了 對啦 以前就是藏口就這樣 呵 然後現在剛好又有那個 螢火蟲對不對 對 螢火蟲大概到什麼時候呢 大哥 三月到六月 三月到六月 哦 那要快了 我現在剛開始哦 現在已經有動作最多的時候 最多的時候 對 哇 所以很棒 今天天氣好 呵呵 好那大家再來找大哥來玩哦 好 呃我們在那個 呃蝙蝠洞 這是蝙蝠洞哦 然後他另外的情人是 欸這燕子洞 然後另外他的情人是蝙蝠洞 然後這裡 就是享受大自然山 然後這座橋呢 你看 搖搖晃晃對不對 他們說這裡啊 是情人橋 只要一對情侶呢 走過這邊了之後 欸 就會有魔法哦 就會變蝙蝠齊哦 所以就生回情人橋 然後我們可以去看蝙蝠洞 大家聽聽聲音 山林的聲 因為我們來到了 呃阿里山的森林公園的其中的 這邊是在美山 很接近大自然呢 我們就這樣走 就滿身大汗 每年是在美山 物中的一般 都不會過不遇 我去看蝙蝙瓣 攝影中 有話的 是點營 就是 建萬少洗 就在 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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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看到那燕子洞那边啊 它都没有直批 然后蝙蝠洞这边也没有直批 它是一种不同的岩石吗 一般本来就是砂盐跟沙盐 砂盐跟什么盐 碑殼的碑 因为是从海上伸出来的 要做個地方嘛,等於好幾天之外,這裡的村座在這邊採中藥 蝙蝠便便的中藥 那他們為什麼特別選?因為這邊比較涼嗎? 對,氣候比較適合我們去住的地方,比較涼法,不會淋到雨 喔不會淋到雨,剛好可以在這邊 現在他們大部分都晚上才會來這邊 大哥,那個情人腳是很陡,走過會變情人,可是那個情人洞為什麼叫情人洞? 就是在那邊談情受愛的地方 旁邊蝙蝠跟燕子 對,在躲這個步道,在那邊談情受愛,老女朋友嘛,跟別人情人 所以你們取名詞剛好抓到一配這樣子 好,謝謝,很特別 可是燕子洋芽那邊的那個紋路是突出去的,然後在水邊 所以燕子比較喜歡水囉 對對對,燕子比較很嚴重 他以下的大的話,就是肯定就是複複 也算是他的那個庇護這樣子,像水連洞一樣 好好好,水不大一樣,好,謝謝 等一下,等一下 我可以嘗試一下,那種水連洞 所以你們用來看看,我們有些水連洞 就能夠當水連洞 來看看,你回家 然後呢,走龍 頭髮的確定